你只不过是我爸带回来的一个下人 别以为你会爬上天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 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没礼貌呢 刚才是谁说要当我朋友的 这么快就拿出长辈的架势来了 反正我只求你一件事 早点滚出我们家 否则没得谈 志文 志文 我是真的想跟你好好相处 为什么你就这么讨厌我呢 老爷 大双爷来了 志文 进来吧 老蔡 好 今天早上啊 你又故意惹春云生气了 我都已经看见了 我 你为什么不能把春云当成一家人来看待呢 我知道 你长大了 我再骂你的话 只会让你更加不服气 与其这样 不如把你当个大人来对待 或许你会明白一些事理 从今天起 你要帮忙管理洋行的事务 除了上学跟练功之外 要到店里学习事务 爸 你要我开始做事啊 志文 你是长子 早晚要替我称职这个家业 不过我觉得你要从最底层的 跑腿和打杂做起 爸希望能培养你的责任心 有朝一日 你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 或许 你就会懂事一些了 好 爸 我要开始学 将来 变得跟爸一样会做生意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店 越开越大 好啊 来来来 压小压大啊 来来来 快压快压 好好好 开了啊 大大大大大 一五六大 都是我的了 来来 没事 再大啊 输了再压再压 弄了半天 也就赢这几十万 以前哪 给我打赏都不够 小裴小 压大裴大 来 下裴小 小 小 这不是包大爷吗 我是包大爷 您怎么在这儿啊 明白明白 您这是啊 下来体绪明晴啊 随便玩玩的 手机不错呀 赢了不少钱吧 我跟你呀 让我猜猜 您至少应该赢了 一两百块大洋了吧 你吃我豆腐 这小摊小骰子 能有一两百大洋 一两百文就算不错了 包大爷 您这会开玩笑 您在我们赌场的时候 这一晚上怎么输赢 应该要几百块大洋 这还不够您给我们打的小费呢 这两年没见 还以为您去了大赌场 赢大钱了呢 包大爷 您在这地方 您怎么说 您这牌照来这儿 也太丢份子了 您应该去我们那赌场 你说是不是 改天 改天我到你那儿玩 一定啊 改天咱们一定啊 走走走 哎 哎 哎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拿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能再几十几百大洋地玩 看你 这样几文几文地输赢 别死了 你让志文开始协作事了 太好了 你知道吗 他对读书没兴趣 所以才每天跑去武馆那边吗 也是时候让他学做生意了 是啊 来 坐下说 等他学做事以后啊 他会接触更多的人 那时候他的眼界 会更加开阔一些 等成熟了以后 也许他就会懂得 一些人情世故了 这样好 你知道吗 我早就想劝志文了 还是你有智慧 让他慢慢磨练 早晚他会懂事的 哎 新鲜的糕点 哎 这个多少钱呢 哎哎 来一点啊 哎 哎 新鲜的糕点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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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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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舅公啊 我刚在那儿叫你 你连话都不打一声 就这么走了 志文 听说你这两天 到洋行当差了 舅公帮你庆祝庆祝 谁要你庆祝 你离我远点 舅舅 你这个孩子 舅舅 你缠着志文干什么呀 我 我请我外甥孙子喝个酒 犯法了 还是说我是瘟神 我真的谁碰到谁 谁都会染病 会不得好死啊 谁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呀 于是看到志文年纪小 好欺负 你就想骗他 是吧 我不会允许的 志文 赶紧回洋行吧 不要再街上溜达了 我去哪里你管得着吗 舅公 他可真是烦人 咱们上哪儿喝酒去 走 舅公啊 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舅舅 你别带他去 只问你快回去吧 不然的话 我 我会告诉你爸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当着我的面 劝我爸对我好 背后不知道告了我多少状 你就是这样的两面人 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你不许去 你管得着我吗 不许去 你怎么这么烦人呐 放心吧 别瞎操心了 你好好的再加安胎啊 舅舅 走 志文 妈妈 你肚子还痛吗 是不是肚子里的弟弟妹妹又不乖 妈妈刚刚喝了药没事了 别担心呢啊 妈妈 你就要生自己的小孩子了 你生了小孩子以后 还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疼我们 当然会了 不论是我肚子里面的孩子 还是你们 我都一样的疼 你看 我就说吧 哥哥说 妈妈生了小孩就不会疼我们了 都是骗人的 可是哥哥他都是大人了 他还常常帮爸爸 把贵重的东西送给客人 他应该不会乱说话的 其实呢 只是哥哥乱想而已 你看 你们的妈妈 那时候不也生了几个孩子吗 难道生了志强就不疼美君 生了美君就不疼志文的吗 我也是一样 不论肚子里面的孩子 是你们的弟弟或是妹妹 你们都是我的孩子 我会一样疼爱你们的 我就要做哥哥了 好棒啊 我也要教我的弟弟妹妹 放风筝 好啊 是文被舅舅带走了 不知道会被带去哪里 他手上好像还拿着方济的货款 万一被舅舅骗走了 那可怎么办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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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再一个 Lessep Innovation 又赢了 你运气真好 你在这玩了一小幻 就赢了这么多钱哪 来 赶牙 亮大 好 再亮大 老何大爷 您这外甥孙子真是有赌运呐 感觉是估别 Élist参 没错 这个外甥孙子就是书 喝了 这是借你们的发财金 连本带利还给你 不爱着你发财了 我走了啊 来 这位 再押 这次押小 好 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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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押了 小 你太厉害了 我们把发财金都还给他了 现在这些钱都是你的 你现在呀 是小财猪了 丁哥 包大元又回来了 还带来了一个小孩 好了 知道了 下去了 是 大哥 包大元这几个月 给我们送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子 现在连方浩民的儿子 都送到我们门口了 我看早晚会把整个方济 都送到我们手里 金工女神 都送到我们手里 都送到我们手了 笆车 我给您去 还能够你 那 Dan Let's move 你快到了 这个一个小孩 曹文才是卑鄙的 你怎么要押忆 你这个东西 不出了 你对我们手里 这个时候 叫志文乱来 那可怎么办 我该怎么让志文听话呢 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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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哪来那么多怪味啊 又烟又酒的 舅公带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舅公人哪 你管我去哪里啊 谁是我舅公 你是说包大元啊 他说他还要去玩 那我就回来了 你们到底去哪里了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告诉我 老实地告诉我 我就不告诉你 你打我呀 正好趁着我爸出差 把你后母的威严拿出来啊 你年纪还小 有一些地方你是不能去的 洋行的货款呢 钱呢 都这么晚了 洋行都关门了 货款在哪里啊 肯定在你身上对不对 爸又不要你管洋行 你会这么多干什么 不会 你不会跟舅公一样 把货款都拿去堵了吧 钱呢 哎呀 钱呢 你放开啊 我告诉你 别再拿我当小孩子 再敢对我拉拉扯扯 我就对你不客气 我怎么说也是你的妈 你居然敢打我 妈 我没当你是谁 你就是一个外人 再说了 是你先拉我我才打你的 你别惹我就没那么多事 东西都 都还在这儿呢 明天我就会好好地 送 送去洋行 你以为我会笨到 像你舅舅一样偷东西啊 我才没那么傻呢 我可是方家的继承人 才不会傻到偷东西 你以为 我是你们两个小渔村 来的乡下人 可以比的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这样三天两头 把我叫过来 我公公已经开始起义心了 万一他知道了怎么办 发现了又怎么样 老孙老的都走不动了 他又拦不住你 万一他要是到处乱说我 不就完了吗 我还怎么在方前行呆啊 好了 好了 我都知道了 彩月 你看见了 我每天赌场里的钱 就像流水一样 流进了我的腰包 我会对你好的 会给你钱花 走吧 又是什么 像这种见不得人的日子 还要过上多久 再这样下去 我会发疯呢 凭什么 凭什么赵春云 这个小老婆的女儿 就能过得人模人样 风风光光的 我却被这个大流氓糟蹋 比他的拼头还不如 被他招之则来 挥之急去 为什么不死了算 今晚真是邪门了 刚刚明明就赢了一百大洋 这一转眼 这两百大洋又倒输挥去了 这我得发财钱 对不起 邪大爷 场子有规矩 欠一百大洋以上的 必须还清了才能玩 您看我已经通融了 您要不先清账 你这没长眼的东西 我是谁你不认识啊 我包大元是方济洋行的旧爷 这小少爷知道吗 他就是方济洋行的大少爷 就凭我们两个人的名头 这两百大洋啊 当个领头 这谁啊 包大元 好久没见了 爹 你 我是来表示感谢的 这几个月来 有您的光顾 照顾了我们不少生意啊 这个赌场是你们 是熊爷开的 熊爷下面这么多弟兄 不做点小生意怎么生活呀 是吧 这我说这一阵子啊 怎么一直没有铁熊的消息 原来你们在这儿开赌场 你不怕警察来抓你们 我说啊 我告诉你了 前段时间因为丰盛紧 那时候警察不得不抓熊爷 现在都过去大半年了 谁还记得这事啊 你以为警察局是方浩洋的爪牙呀 我告诉你 陈警长已经跟熊爷吃过好几顿饭了 那拐我们过来赌钱 我们刚才先赢后输 都是你设的局吧 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愿赌服输嘛 你愿意当财神爷 我们哪有不接的道理啊 好了 续就续够了 拿钱吧 兄爷的规矩 你不是不知道啊 没想到铁熊还没服防 现在居然还这么嚣张 主公 我们走 不过就是两百大洋 我可以让采云阿姨先借给我 以后我们不要再来这儿玩就是了 方家大少爷果然有价子 两百大洋不当回事 好爽 赔钱吗 丁爷 志文啊 现在天色这么晚了 央行里肯定没人啊 丁爷 要不然这样吧 我呢 这儿还有些值钱的东西 我去找人换成现钱 然后我马上就回来 把主债还了 你看行不行啊 行 方家大少爷值两百大洋 你去吧 别让方家少爷等太久 好的 好的 小少爷 你先帮我伺候着啊 志文 你在这儿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包大元 你不是打算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吧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取了钱马上就回来啊 你帮我照顾好少爷啊 我 我马上就回来 别走啊 包大元 你别走 我 小少爷 在这儿好吃好喝的 哪儿也别去 行吗 走吧 来来来 还好我跑出来了 万一铁熊一翻脸 把我手脚给砍了 那可就完了 铁熊竟然没事 还越会越嚣张了 这可怎么办呢 他现在这么有钱 谁还奈何得了他 完了 完了 这下完了 我也没地方弄钱呢 彩元是肯定不会再帮我了 算了 算了 反正志文那小子会功夫 他应该会自己想办法逃出来的 我哪儿管得了这么多呀 龙蕾 老蔡 怎么了 志文呢 大少爷没在房间 听佣人说 他整个晚上都没回来 怎么会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 我舅舅呢 我舅舅呢 你舅舅也没在房间 哦 不过 我已经叫人 去他常去的地方找了 不行 不能让我舅舅 再去带坏志文了 不行 对了 后面是不是今天回来 对 我要跟他商量一下 丁哥 小张呀 是谁啊你 来 包大元回来了没有 没有啊 这么长时间都走几个来回了 我看哪 他是跑了不管你死活了 我就知道包大元不是个好东西 小超爷 那你说怎么办呢 反正我是不会欠你们钱的 你们先让我回去拿钱就行了 放你走 熊爷那儿我没法交代啊 我友德呀很讲道理 这样 你跟我回去 我派人去洋行拿钱 拿了钱我就一定放你走 好吧 你这不是掳人吗 老实点 包少爷 别说那么难听 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我放你走 我找谁拿钱去 吧 把 臭小子 刚才熊爷那地盘那撒野 啊 这笔账都算在你爸头上 带走 走 放开我 老实点 放老实点啊 再不老实 老子接着走 有得 大哥 一早上把这只病猫弄回来 干什么 大哥 这小子可嚣张了 欠我们两百大洋 还打伤了我们的兄弟 铁兄 你这个杀人犯 你害死我妈 竟然还消养法外 放老实点 你真是跟你爸 方浩明一样 也是够倔意 不知天高地厚 有得 先把他关起来 好嘞 跟他爸要赎金 什么价 你看着办 放心吧 大哥 是 铁兄 你个混蛋 走 不会嫉我妈报仇 不会嫉我妈报仇的 可恶 我竟然招了铁兄的道 竟然被他给抓了起来 铁兄害死了我妈 还跟没事人似的 这么嚣张 这世界是还有天理吗 我一定要逃出去 把饭送进去就行了啊 别废话啊 是 这小子嘴都堵上了 怎么吃饭哪 帮他把嘴上的布给解了 让他趴在地上吃 不想吃也行 我也省事 知道了 小子 你慢慢吃啊 别噎着了 怎么回事 进去看看 这小子在干吗 小大 你造反了 你 干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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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着我 哪儿跑 别跑 抓住他 站住啊 别跑 给我站住 站住 抓住他 别跑 快点 岑然姨 站住 别跑 站住 抓住他 给我站住他 快 别跑 快点 快 别跑 站住 抓住他 小心 站住 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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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他 采远阿姨 你没事吧 采远阿姨 快走啊 大少爷 你别管我 不行 采远阿姨 他们会把你打死的 采远阿姨 我的命不要紧 你快走啊 你才重要 你快走 采远阿姨 我不能留下你不管 采远阿姨 你快走啊 在那儿啊 大少爷 你快走 我小人 原来是你啊 加班佣人 救你们家方家大少爷啊 这是我们家大少爷 我不允许你们动他一根汗毛 我说你这傻女儿啊 你说你妹妹当了方家的老板娘 你一个当姐姐的 给一个小老婆的孩子卖命 你说这样值得吗 我不管他值不值 我就知道他是我最好姐妹 秋方的儿子 采远阿姨 现在他没有了 他就是我儿子 采远阿姨 我就算折了我这条命 也要保护他 好了 别跟我废话 老郭 把他带走 这儿 放开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救我们家大少爷 我让你救 让你救 我让你救 放开我 救让你救 让你救 看我扰我扰你 放开我 别打了 干什么 你再带你 放开我 你们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放开他 和光 别惹事 我们走 闹着玩了 怎么了 和光 别惹事 采远阿姨 采远阿姨 你没事吧 采远阿姨 大少爷 大少爷 你没事 你没事就 我就放心了 我就放心了 妈妈 采远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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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采远阿姨 采远阿姨 你醒醒啊 你不要死啊 采远阿姨 来 醒了 采远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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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你极致相救的话 他现在应该就没命了 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我真不知道 该如何感谢你才是 你们不用感谢我 是你们给了我 重新做人的机会 对 我就算为了保护指纹 舍弃这条命 也是应该的 姐姐 你别这么说 你舍命救了指纹 对于我们来说 这份大恩大德 一辈子都报道不了的 碧儿需要休息 请你们明天探病时间 再来看他吧 好的 知道了 姐姐 那我们明天再过来看你 郑龙和你公公你别担心 我们会好好照顾的 你在这里安心休养吧 采远阿姨再见 好好休息吧 什么 你想救方志文回去 通过那小子 可以敲方家一笔钱 怎么能说好就放呢 采远 你是不是还喜欢 方浩敏 想回到他身边 只敲那么一笔 你未免也太容易满足了吧 如今我在方家 一点地位都没有 正好趁这个机会 取得方浩敏的信任 方志文那小子 叛逆得很 如果我能取得他的信任 甚至连春云都会依赖我 到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在方家上下棋手 继续挖他们的根 熊叶 你只要让你的手下 配合我演一出苦肉计 我相信方志文那小子 会把我当亲妈一样看待 会把我当亲妈一样看待 到那时 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孝敬我 这岂不是更划算 这岂不是更划算 好啊 都听你的 铁熊 你以为我在方家立了大功 就非得帮你不可吗 只要我得到浩敏的信任 我早晚都要翻身 我要把你和春云两个眼中钉拔掉 那不不可 可可 可可 大哥 大哥 还好你回来了 我们好担心你啊 没事 没事 你们看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志文 帶志強美軍到大廳去等我 我有話跟你們說 走吧 我真的沒想到 舅舅竟然帶著志文去那些地方 還害他出了事 我真的對不起方家 包大元的事情 真是要好好地想想辦法 不過那本來就是個是非之地 身為一個孩子家 他不應該去那種地方 他自己不知道好歹 還留連那種場所 給了歹徒抓他的機會 這孩子不好好管教的話 再也沒救了 可是他剛剛脫了血 受了驚嚇 也算是得了教訓了吧 他根本不懂什麼叫教訓 淳于 我也知道 他對你的態度越來越不好 甚至還敢動手打你 你怕我責怪他不敢告訴我 不能這麼寵他 這樣下去的話 他就無藥可救了 你別再教訓他了 你這樣的話 只會讓他更加叛逆的 他剛剛沒了媽 現在更需要一個值得依賴 可以信任的父親 這樣他才不會變壞啊 一直這麼順著他也不是辦法 不讓他得到一個教訓的話 這個傢伙 永遠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不用擔心了 好 志文 給你媽跪下 你知不知道 你到底犯了什麼錯 你一個孩子居然學會了毒 染上這樣的惡惜 你媽過世才不到一年的時間 你這麼做 就不怕你媽心裡不安嗎 我問你 你知錯了嗎 知道了 知錯了就大聲告訴我 我知道錯了 但是 是包大元把我丟在那裡的 把我丟在鐵熊手裡 他一個人跑了我才差點出事的 舅舅的事情 不用你來指指點點 我只問你 你一個孩子 竟然流連於賭場 發生了這種事 你要自己擔起責任 賭博是絕對不允許的 你卻明知故犯 今天犯了這樣的錯 受了教訓 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老蔡 拿家法來 老爺 拿家法來 是 今天我要好好教訓你 我要讓你知道 犯了這樣的錯誤 再也不能做方家的子孫 康明 淳雲 她犯了錯就應該挨打她 叫淳雲 你憑什麼打我 就憑我是你的媽 你親媽在臨死之前 把你交給我 要我好好的管教你 可是我一直姑息你 包庇你 才會讓你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我今天 就在你媽的臨位前 好好的教訓你一頓 跪下 淳雲 別動我太細 你們誰都別管我 我之前就是太姑息你了 方志文 我告訴你 從今天開始 我召淳雲就是你媽 以後不許憐憫耐心地叫我 我偏要叫你召淳雲 我偏不承認你是我媽 召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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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資格打我 告訴你 你沒有資格打我 你看我有沒有這資格 你 崔雲 劉璇呢 少爺 阿蘇 召護他們 別讓他們出來 崔雲 別動我太細 崔雲 崔雲 你怎麼樣 把他扶起來 帶回房間去 我沒事 少爺 少爺身上的傷可不清啊 到處都是淤血紅腫 還有些內傷 要在床上好好躺著養幾天 別讓傷口發炎了 否則怕引起感染 嚴重的話會要了命的 好 我知道了 多謝醫生 醫生我送你出去吧 來 來 崔雲 夫人動了胎氣 趕緊回房休息吧 我先送你回房休息吧 來 浩尼 淤雲 快躺下 趕快別動 這是幫你熬的藥 等涼了以後再幫你拿上來 慢慢喝吧 醫生說 這次你太激動得很厭 不能再發這麼大的脾氣了 要不然 對肚子裡的孩子不好 你怎麼突然 生這麼大的氣啊 指紋他怎麼樣 好些了 只是皮肉傷 一直在叫疼 他的傷口流了一些膿 很快就可以痊癒了 你就不一樣 你這氣雨攻心 你的症狀比他還嚴重啊 以後再不能發脾氣了 我大指紋是不是打得太重了 打得是有些重了 你以前不是很疼愛之吻嗎 為什麼今天要下這麼重的手啊 我是明白了 什麼叫打砸而身 痛在娘心 我剛剛沒打他一下 聽到他的叫聲 我自己就覺得很痛 我恨不得自己可以幫他 去承受那些痛 他只是個孩子 誰不想疼他 誰想打他呢 可是不打不行 以前都是我的錯 就因為我想讓他喜歡我 所以一直幫他說話 總是讓你當黑臉去罵他 這只會讓志文不體諒你 以為你一直在偏幫我 以為你不疼他 所以你這是讓我唱白臉 你唱黑臉 用來挽救我和志文的父子感情 說到底 志文不是我輕生的 我再怎麼疼他 他對我都有一層隔阂 可是你不懂 你是他的親爸爸 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要是換了我當壞人的話 你好好地跟他說 我想他肯定會聽你的 只要他能夠聽得進去的話 他一定會做個乖孩子的 春雨 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可是志文要到什麼時候 才能明白你這份良苦用心呢 我從來都不敢奢望 從前我媽也是想好好地持家 管家好大夫人的那幾個孩子 可是沒想到最後 卻老得被人痛罵 我媽 雖然蔡雲姐 現在明白了我媽的那些苦心 可是 我媽已經不在了 從一開始我就知道 做別人的後媽 是會被人討厭的 昂敏 我不求孩子懂 只要你懂 那我就 我就安心了 我會什麼都不怕地堅持下去 真是難為你了 孩子們 有你這樣的一個後媽 是他們的福氣 我希望他們 都能夠珍惜 老爺 真是我來了 行了 你下去吧 陳師父 請坐吧 好 請坐 來 請用茶 好 謝謝 質問的是我聽說了 那孩子真是不屈好 竟然去了賭場 我聽說你打了他一頓 他現在怎麼樣了 在床上躺著 還下不了床 真該好好教訓教訓他 真沒想到會出這樣的事 是啊 陳師父 今天請你來我們家 是有事想請你幫忙 你的功夫好 我們家一會兒會有點事 想請你幫忙調解 什麼事啊 是有人要找你們麻煩嗎 不是 不是 對 等人來了以後 你就知道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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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